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4号,星期五 印度的外交官周四的时候宣布 拒绝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因为在这个开幕式火炬接力的 参加这个火炬接力的有一个 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是20年中印边境冲突的指挥官 中国政府对他 他在这场冲突中受伤什么的 中国政府就给他奖励 然后让他参加火炬接力 印度看到以后就很恼火 说拒绝参加 印度外交官说中方选择将奥运会这样的运动 他就说奥运会这样的应该是运动 比人类这个极限 看人类怎么超越极限 但是中国政府就把它给政治化 印度的人说 印度本来就只有一名运动员 因为那国家就没动铁 只有一名运动员 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就笑 觉得说讨厌印度 说气到他气得觉得挺开心 这个就是典型的非常幼稚 因为这件事情 把这个20年中印冲突重新拿来说 那么应该真正搞笑的东西 你真正应该笑掉大牙的东西 应该是中国官方说 只有他妈四个中国军人死亡 印度是有20个人 印度也举行了 也抬着他们的棺材游街 让人们哀悼 那中国当时 据说是流传的 网上流传的一个 在网上发泄露的 中国军方实际死亡的人的名单 没有中国 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去挨到他们 连读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去读他 发这个名单的人也被关起来 账号被删掉 那作为一个这个指挥官 他是侥幸活了下来 那做如果你打仗的话 一个指挥官你的下属具体死了多少人 或者你如果是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有荣耀感的这个指挥官的话 他自己应该把这个名单拿出来 但是他没有 让他传递火炬的时候 就嘻嘻哈哈 穿个运动服去传递火炬 这个不是更搞笑的事情吗 你笑点在那种很低级的这种 就是小屁孩打架 我气你一下了 你气我一下了 你气到我了 我没气到你 我活死了 哈哈哈哈 就这种很低级的东西上 你真正的死亡的人 这个军队 这个军官还穿个运动服 他去传递火炬 这个他如果是军官的话 军人的话 他应该穿军装吧 不管是任何场合 因为他表示他是军人嘛 然后身上带着 他有奖章的话 他带奖章嘛 那穿个运动服就搞笑的 都不知道 这个新闻不出来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 是什么什么人 我以为他就是个运动员 对于这些死亡的人 你政府有可能暗地里去 给这些家属一定的一些补偿 或者什么的 如果有家属的 那没家属的人就彻底倒霉了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 就看得出中国这个运作这个模式 你首先要骗 然后运气好 没死 那么你就有好处 你死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死 而且死 死掉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不会有人记得你的 就是人命就像 一文不值的东西一样 在中国 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 生命它不是拿来给你国家去利用的 怎么利用 你不说死了四个人吗 那就是说你赢了呗 你跟那个中印冲突 你厉害呗 对吧 你的军队多厉害 才死了四个人 印度死了二十个呢 对吧 那就是把这些死掉的人 拿来用作一个工具 来利用它 当作炮灰 利用它来显示 这个国家这个流氓政权的 这个显示它的一个 作为显示它的一个工具了 因为你人死了 总要有一个哀悼 或者说你得记住它 它毕竟是也是为了国家而战 这些死掉这一百多个军人 它也是为了国家而战的 结果 你中国的中国政府的逻辑 我感觉就是 你死了还不得给我再用一下吗 就是人死了 他都要再把它当工具 再用一遍 怎么用的呢 就是我只死了四个人 看我中国多厉害 简直是 这个就是 而且还没有人去说 没有人 没有人去笑这件事情 反而去笑印度它 你看你这个国家就一个人参加 就一个人怎么怎么样 就一个人参加 有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说按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 岂不是就是 富人就要笑穷人吗 你就这么点钱 你穿的破衣烂衫的 你这样笑他 有意义吗 这种事情有意义吗 你觉得 你都是一个有钱人了 然后你去嘲笑一个 很没有 很穷的人 然后 以此为乐 那你是不是 我怀疑这种 这种你这种人的生活 是不是他妈的 也只剩这两样了 这不是很可悲吗 你让这个 这个指挥官参加火炬接力 是中国的运动员 也不见得比那一个印度的 印度虽然只有他妈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他说了一件事情 是你让这个军官 那场边境冲突 你说不上谁对谁错 可能说不上 本来那块中国跟印度的边界就模糊 那为什么你跟俄罗斯边界模糊的地方 可以把地让给他 你说跟俄罗斯 没有边界冲突 就是欺软怕硬啊 那印度软一点 印度比较好欺负一点 然后你就说 你就可以拿人家不当人看 那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作为人 是按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 那其他事情 对家人对小孩 平时这种人生活当中 去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 也会比较可悲 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因为这基本上都会误判错 都会误判吧 你怎么会知道真正的事情 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运作的 这个世界如果都是强者欺负弱者 有钱人去笑这个穷人 中国就是笑贫不笑长的这个世界 那这个地方又是体现出来 不敢俄罗斯直接拿你的地 你屁都不敢放 印度这边说跟你有边境冲突的时候 你要表现的这个冲突你赢了 就很奇怪 你怎么不表现跟俄罗斯边境 跟俄罗斯的边境问题上表现的赢一点 你不敢了 没这个胆吗 就这么懦弱 然后无能的这种政党 只正把这个国家真的带向这个 带到这个变态低能的方向 你看你的笑点就只有这个 所以你看 所以你中国据说这次贺岁党的片子 又是什么长津湖那种 连事实都是假的这种片子 什么很多人看 然后看得很嗨 这个东西其实除了一生不断的误判事情 然后过得很悲哀之外 也没有什么坏处 自己自嗨 自己开心